在我們的立場我們沒有迫你一定要去拍拖 我已經是選擇 但問題是如果你想 但又行不通 你就需要知道些東西了 但如果你的生命是選擇自己一個人自由自在 那拍不拍拖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不是太大的問題 只不過如果你想 你就需要知道有些甚麼在鍵著你了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將那個底牌去揭開 可以嗎 我先簡單去說一次 我自己先以聲明我沒有結婚的 我拍了我現在的男朋友十三年 雖然你說你基佬來這樣 我是不是離錯然後走 但到底我現在沒有說婚姻 我現在說愛情而已 基佬也是說愛情的 重點是兩個人 他們如何可以在大家不同的成長環境下 可以大家在互相尊重裏面 去共同創造一個理解 而可以走入人生關係 這個絕對是超越任何的性別 或者任何的宗教 有一個很重要的邏輯就是 畢竟我們的生命 的確有事發生過 而你的生命如何發生呢 是會影響你現在的 如果你曾經被人騙過的 不見得你會繼續天真信任這個世界 如果你父母是不斷互相傷害的 或是會影響你對婚姻的看法 這些理所當然我們都知道的 我們只是想說深一點關於一些 你可能從來都沒有想過的東西 可以嗎 好了 這個故事就由我曾經看過一個網上文章 去開始作為話題 話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因為歐洲就要去徵兵了 他們在徵兵的時候 每一個藍丁都要安排一個心理智商的測試 其實是測試什麼呢 就是他的心智成熟度 即是他的psychological age 我今年46歲 不見得我的心智年齡 是跟我的肉體年齡一樣的 所以因為你知道去戰場打仗 你會在長期受壓的狀態裡面 可能是很困局 你的情緒可能會爆發 如果你情緒不穩定 你都不要說打仗了 你貼了線拿把槍殺人 就死的人多了 所以第一次的世界大戰 做了人類史上第一個的測驗 就是測試這些會進去當兵的人 他的心理年齡究竟是多少歲 而經常發現 全部的平均心智年齡 只得13歲 是全歐洲徵兵 而有這麼能夠具代表性的數字 那你就想一想 一個已經二十多歲的成熟男人 原來他的心智成熟度 只得13歲 那你給一把槍一個13歲的年輕人去打 去面對這麼大的壓力 究竟會怎樣呢 其實真是可想而知的 你就首先要知道 小朋友一出生 譬如現在我一兩歲了 我真的不懂那些火是危險 都不能碰的 但是我作為小朋友 我無可避免地會進入這個世界 去探索生命的了 所以譬如假設我是一個三歲的年輕人 Samantha 是我媽媽 那我現在不知的 那我拿把刀就玩了 或者我拿個火就這樣弄了 理論上 媽媽作為成年人 她是要去指導我 去如何使用我這個身體 使用生命所有的工具 而不會傷害別人 也會傷害自己的 所以作為媽媽就很簡單 如果你看到你的小朋友拿刀玩的 你會立即停掉她 不要玩了 因為這個行為 是會傷害別人 也會傷害自己的 就是說 大人是有一個 責無旁貸的責任 去教導小朋友 如何使用身體 使用工具 和在這個世界裏面 安全地可以傳活下去 而不會傷到人 但是同時 又可以體驗生命 這就是大人 基本父母的責任 但是如果你剛才看到這一張 我們給你的紙 就是當這個小朋友 他準備拿刀玩的時候 你作為爸爸媽媽的大人 你如何教導他 使用這把刀 預置工具 就會決定 他的心智 能不能夠一路一路成熟 所以我經常講的例子 簡單來說就是 一年前我聽過 風騷法會人 梁繼章 桂花田 和梁思浩 梁思浩說 話說一天 他去西貢曬太陽 就見到一個鬼婆 帶著他的小朋友 那些小孩子 小孩子 洗得不得了 他很明顯知道 媽媽就在那裡 小朋友就在玩沙 那梁思浩就突然拿到 他那個鬼仔的寶寶 就拿沙 準備在嘴裡吃 那梁思浩就馬上說 你這個小朋友吃沙 那樣 但是他那個鬼婆 是一點都沒有驚慌 非常鎮定 然後梁思浩就問 很多菌 為何你讓他這樣吃 然後那個鬼婆 真的很鎮定地說 她說 吃了病病一次半次而已 不好吃 她都不會再吃 就讓她吃一次 那梁思浩就呆了 那有道理 但是他在想 如果這個不是鬼婆 是香港人的媽媽 那這個情況 就是完全兩回事 例如她會馬上瘋了 走進去 打她的手 或者是罵阿彬彬 姐姐你怎麼看的 然後罵姐姐 為何你不看著妹妹 很骯髒的 有沒有吃到 死在死在 打給奶奶 現在馬上要接她 去養王 你會知道 整件事就會瘋了 行不行 那那個小朋友 他見到結果 他都會學懂沙 是不能吃的 但是你想想 在那一刻 他在甚麼情緒狀態下 罵瘋了 哭了 罵姐姐 然後哭了 然後每天不知為何 她打死了那杯可樂 然後那些生日入眼 又哭了 然後風又吹走了 那個假髮 就是嘩 她是處理不了 然後還要在瘋的情況下 已經帶走她 在那個的士上 那這個小朋友 她其實已經在哭了 然後她的哭 可能其實是 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但我媽就說 我都說了 死定了 甚麼事呀 快點拍出來 如果她媽媽再戲劇性一點 其實那個小朋友 就輕輕機了 那她以後 是不知道 她就不敢再碰沙 因為這個沙太可怕了 差點焦餓 家破人亡 這個沙不可以去的 但是如果那個鬼婆的教導方法 那個小朋友是怎樣的 那就是吃完後就吐出來 那怎樣的 哭呀哭呀 肚餓呀 肚餓就肚餓了 那又吃不吃 不吃咯 那你要知道 有些東西是需要學習的 有些東西 就要這樣這樣這樣 那所以呢 如果你的成長 你媽媽是那個鬼婆 那理論上呢 你隨著一年 大於一年 你是開始 慢慢地學習 如何使用你的身體 亦都會知道 怎樣跟世界互動 以至怎樣使用它的工具 那如果這樣的話 即是說 你仍然是具備足夠的心智成熟度 是慢慢學習 即是譬如 現在我去到三歲了 那我就會學習三歲的東西 因為三歲它不會讓車我駕駛 我是不需要照顧車的東西的 但可能去到六歲 我就要去八達通 我要學排隊的 那如果媽媽是帶著教導的 我沒有問題 但如果又是又打又鬧 然後問姐姐 為何要哭呀 那連八達通 我都很害怕 不敢這樣吐的了 那所以如果你的媽媽是鬼婆類 那你去到十歲 你媽媽就會教導 透過理解明白耐性 你就會學懂 十歲的人仔 需要認知的世界規矩 和如何去處理那些問題 那如果這樣的話 你的心智年齡成熟度 是和你的肉體是同步的 行不行 那去到真的簡單來說 譬如女士們 你知道十多歲發育離京 如果你媽媽是完全帶著一個知知正覺的角度去教你 那這件事就不會成為很害怕 如果不是 你離京就已經是你生命的另一個痛楚 即是又瘋了 所以如果用這樣的邏輯 你想一想 你剛才我給你的章子的那個小朋友 如果他是小朋友的話 如果他媽媽繼續這樣帶帶他的話 去到十六七八歲 他會學懂所有要學的東西 但他全部都是在這些迫白京方大學 他是很緊張的 見甚麼他都會出錯呢 還有很多懷疑 那怎樣 為甚麼會這樣 那所以這一種的人 他雖然肉體已經是二十歲 但其實他的心智 沒有成熟地能夠理解 生命發生甚麼事 我這裏講的理解 不是頭腦的理解 是真的能夠明白的 你可能知道很危險 我靈我明白我理解 你根本不明白 理解的意思 不是帶著恐懼去理解 是帶著正知正覺 真是明白的 還有如果那個理解是真的 他不會創造你人生一個對立的 你只會明白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 就是理解 但如果你以為你現在很理解生命 但你有很多懷疑 對立 鬥爭等等 不是我對就理錯 你的理解全部是建基於神經病的童年 而理解的 你從來沒有理解真正前面這個人 沒有理解那件生命的事 究竟發生甚麼事 所以我們這裏講的理解 是真的在清晰的指引底下 帶著關愛 帶著明白 帶著同理去諒解 就是知道他就是這樣 譬如假設 現在他吃煙我不喜歡 如果我真的帶著諒解 就是他有權他吃煙 如果這個地方的確可以用來吃煙 那我必須要尊重我便離開 我不會跟他瘋狂的吵架 但如果這裏不行 我就會讓他知道 如果不行就去處理 但我不會發瘋狂的去罵 所以如果你生命有很多這種 不是你對就是我錯的 這些東西的話 你的理解一定是建基於你小時候 你爸爸媽媽那種瘋狂的打鬧 令你學懂不可以錯 所以我不敢不排隊 但我看見那些人打尖 我就很生氣 為甚麼你可以打尖 而我不行 而我當年就是因為打尖 被媽媽掛了爸爸 那你就會瘋狂的 行不行 好了 建基於這樣的邏輯 你首先要知道 有一個很重要的論點就是 其實我們全部都沒有帶過 我只是斗膽地說 平均香港人的心智成熟度 根本不是成年 是我的心智度 寂寞而會 我ZY們